大家好,今天要介紹一個公牙的工具 那在先前上一篇的螺絲公的認識度門篇裡面呢 有介紹到 我們在公牙的時候呢是運用螺絲公 那今天要介紹的呢 是屬於玩具 它的名稱叫做玩具 那它呢 在跟螺絲公的差異在於說 我們螺絲公它公牙的時候呢 是供內螺紋 那玩具就是供外螺紋用的 那這裡呢 其實它跟螺絲公是有點相似的 那這裡呢 我們就帶大家來了解說 我們怎麼樣入門去了解 以及怎麼去使用保養它呢 那這裡呢 首先來介紹一下玩具的種類 那這裡在認識之前呢 會建議你已經先看過了螺絲公的入門篇 或是對於螺絲公是有熟悉的 那再來進入玩具的話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對於螺絲公可能大家比較常見 那玩具的話可能 不一定每個人都會知道 它的用意呢 就是在供外螺紋用的 那這裡它的規格呢 以及尺寸我們要怎麼去分辨它呢 那很簡單 我們的規格呢 一樣是照著螺絲來走的 所以說 我們螺絲是什麼種類呢 玩具就是什麼樣的種類 像是M10×1.5 我們就可以找到 相對M10×1.5的玩具 或是M12×1.75 就以此類推 也可以找到這樣的一個規格出來 那玩具呢 大部分都是長這樣的形式 它就是一個圓圓的一個工具 那這個呢 畫面上示意到的這個呢 這個工具屬於算是小型的 那玩具呢 它會有一些尺寸 它的圓可能會更大一點 那這邊呢 它相對對應的工具呢 也會不一樣 等一下後面會來講解說 哪一些工具是來輔助它來去做使用的 畢竟我們拿到這個玩具呢 還不能真正去使用它 還需要去搭配一些其他的輔助工具 才能真正來做一個 公鴨或巡鴨的動作哦 這裡呢 輔助的工具跟螺絲工是很類似的 首先我們需要一個 可以固定的一個工具 像是壺錢 或者是說 像是車床的夾頭 因為我們在做外螺絲的時候 很多物件呢 它可能是一個圓柱形的 像這樣子一個圓柱形 然後要在尾端或是哪裡呢 做一個外螺絲的工牙 有可能會用到玩具 那這時候呢 我們圓柱形的東西 比較適合的是 像是車床的夾頭 那對於車床 如果有興趣想要了解的 你可以去參考 車床的認識入門片 那裡都會有詳細的解說 或者是說 你有些物件 它可能是複合式的 像這樣子 它這裡是六角形 那 尾端這裡是圓形的 可能要做一些工牙的動作 工外螺絲 那這裡呢 有平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類似 虎鉗的東西呢 把它固定住 用這種方式 那固定的東西呢 都可以 只要你能把物件 老老的固定住 都沒有問題 再來呢 最重要的 我們要有 玩具的板手 那玩具的板手呢 跟螺絲工板手 是有點不一樣的 它這裡是圓形的 那上面會有一個螺絲 那這個螺絲的用意是什麼呢 就是要固定我們玩具 好 那我 隨便拿一個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看到這裡 玩具呢 通常是一個圓圓的 那有時候會有 剖開的 啊有的沒有剖開的 那就是 規格尺寸不一樣 有可能也會不同的 那通常在上面這裡 都會做一個圓洞 那這個圓洞呢 就是用來跟 玩具的板手上面這個螺絲呢 做固定用的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這樣子我們把這個玩具放進去之後 我們把螺絲鎖下來 它才會跟這個洞呢 做一個對準 對準之後呢 記得把這個螺絲 稍微鎖緊一點 那這樣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呢 這個玩具呢 就會跟著我們的板手去做移動 而不會它在這邊空轉 主要就是用這個用意呢 才能夠去使用它 那以及最重要的呢 我們需要有潤滑油 不管是螺絲工或是玩具 我們在做這些公牙或巡牙的動作時候 盡可能的要有潤滑油呢 來輔助的話 我們在 公牙的過程呢 會比較順暢一點 好那這邊呢 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再來呢 來介紹一下我們要怎麼樣去使用玩具呢 首先我先 假設這個物件是我要做一個公牙的動作 那我就先把它固定上去 固定完之後呢 那這邊呢 給各位看一下 一般玩具呢 它這裡會有兩個方向性 那我拿近一點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前端這裡呢 一般我們有刻字的地方 這裡的倒角會比較大 那給各位看一下 那另一邊呢 倒角比較小 這樣子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呢 我們最好是這個倒角比較大的地方呢 朝下來做公牙 像這樣子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呢 我們這裡呢 倒角比較大的時候 它會 相對的會去輔助我們 讓一開始的這個圓柱呢 可以對準這裡 我們在公的時候呢 最好是兩個是呈現一個 同軸心的 好那你不要外一邊 那如果外一邊 我們在公的過程呢 會相當麻煩 會越 往下公的時候 會越公不下去 好那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盡可能的 兩個是呈現一個同軸心的狀態 好那這樣子 可能在公的時候呢 會比螺絲弓還要困難一點 好這方面可能要 大家要去熟悉一下 好一開始可能會 不太順手 好那是正常的 好多用幾次有經驗之後呢 就比較知道要怎麼去對準它 好那這邊呢 就是 它這裡呢 這個倒角比較大的地方呢 就可以輔助我們去做一個 軸心的對準動作 所以呢 我們一般有刻字的地方呢 就是倒角比較大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 好把它 朝這個方向 然後假設我先把它固定完之後呢 記得這個倒角大的地方呢 朝下 那去做公牙的動作 那這裡在做的時候呢 跟螺絲弓的口訣一樣 防疫新生活 要戴口罩喔 我們順時鐘是 去做公牙 逆時鐘是退牙 退斷穴 那要讓它的鐵穴呢 也斷穴的 那這邊 玩具比較特別的就是 我們螺絲弓是害怕它 螺絲弓在弓的時候會斷掉 斷在物件上面 那玩具呢 它因為工具是長這樣子的 像這種很小的 它外徑還是一樣 你看 這邊外徑都一樣 差別在於中間不一樣 所以我們比較不用擔心說 尺寸很小的 玩具呢 它會斷掉的問題 是比較不會斷掉 但是還是有可能的 但是它跟螺絲弓相對起來呢 它損壞度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們在弓的時候呢 比較常遇到的是 我們轉不下去 這是比較常遇到的 反而螺絲弓呢 玩具的工具 比較不用擔心它會壞掉 那這裡 口訣一樣 瞬時鐘轉一圈 逆時鐘退二分之一 或是 瞬時鐘轉二分之一 逆時鐘退四分之一 用這樣的方式呢 來做一個 攻牙或是尋牙的動作 那這裡呢 在做之前也是建議說 拿起你的潤滑油 然後把它 裡面的牙的地方 都沾上潤滑油 物件也沾一下潤滑油 然後再去做工的動作 轉二分之一 退四分之一 或轉一圈 退二分之一圈 都可以 那用這種方式來去攻牙 那這邊呢 可能要實際操作 我們各位 還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呢 我們使用完玩具做工牙的動作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工具給收納以及保養了 那這裡呢 我們就把玩具扳手的螺絲呢 給雙開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玩具工具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呢 好 記得 我們這個地方 裡面有工過牙 所以裡面可能會有一些鐵穴 或是一些潤滑油 等等的 好 那我們就拿起氣動工具的器槍把它噴乾淨 好 那盡量要把它清乾淨 因為這邊呢 好 如果鐵穴在裡面生穴的話 這邊是不好處理的 好 所以要記得要把它清乾淨 清完之後呢 好 我們就把它收在我們的盒子裡 有的呢 是玩具是單獨一個去做收納的 你也可以把它疊起來做收納 好 那這邊呢 它跟螺絲工不一樣的是 它的牙都在裡面 所以被玩具 玩具本身這個工具呢 它就有保護的作用 所以我們去堆疊去碰撞 都不會影響到裡面的牙 好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去做堆疊的動作 像這樣子 把它堆疊起來 堆疊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收在一個 類似罐子型的 收納盒裡面 這樣把它收納起來 是很方便的 像這樣子把它收起來 是相當方便的 那這裡呢 收完之後 我們盡量的呢 去把它放在一個 防潮箱或防潮盒裡面 這是為什麼 它跟螺絲工一樣 我們台灣是一個潮濕的環境 所以呢 它這個工具是容易生鏽的 那我們也不希望說它生鏽完之後呢 就不能用了 所以要記得這一塊的一個保養 那你如果說覺得 收進防潮箱或防潮盒呢 太麻煩了 那還有另一個方式 那我拿一個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那它的做法跟螺絲工一樣 我們就拿起的潤滑油或機油 塗在上面 然後拿抹布把它擦一擦 那這樣子呢 它就可以預防它去做 它會有生鏽的問題 那這邊我們在擦的時候要注意 我們在擦的時候 只擦到它的表面 表面的話影響沒那麼多 影響比較大的呢 是它裡面的 裸牙的地方 因為我們要運用它這個裸牙來公牙嘛 所以就是我們在用潤滑油或機油的時候呢 盡量是滴到它裡面有牙的地方 反而外面的話還沒有那麼的重要 有牙的地方是最重要的 要盡量要滴到 這樣的話它就會 比較不會去生鏽 那記得呢 一樣是比較不會生鏽的 它還是有可能生鏽的 所以這樣子呢 我們就去收納完之後呢 下次拿來使用的時候 它就比較不會生鏽的 那你如果覺得都很麻煩的話 你如果不想要保養 想說生鏽就生鏽 那也OK的 那這樣子呢 就用這種方式呢 來去做一個收納以及保養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關於玩具這個工具 那這裡呢 有人可能會詢問說 那如果是這樣 玩具是在公外羅文的 那是不是我們常見的那些螺絲 也是這樣做呢 或是有一些 車床加工件 它上面會有一些外羅文 是不是也用這種玩具來做呢 那這邊呢 告訴各位 如果是以我們常見的螺絲呢 它不會是這樣做的 因為這樣做的話 我們的工時要花很長 一顆螺絲它只有幾塊錢而已 所以螺絲的做法呢 不是使用玩具的 那大部分呢 我們在車床加工的時候 速度也很快 也很少會運用到這種玩具 一般可能是我們在手動的時候 或是說我們的牙有問題的時候 來來做一個修整的動作 比較會用到玩具 那像是車床的話 它就會用車道 直接把螺絲出來 那這部分是比較 進階一點的做法 那這邊呢 就不探討 那關於螺絲呢 螺絲基本上都是用滾牙的動作 把它滾出來 是完全自動化的 所以我們如果有看過螺絲的製程的話 會發現螺絲的製作過程非常的快 齁 一次都做好多好幾萬顆 一次一次出來 所以螺絲是這樣滾出來的 滾過去之後牙就完成了 所以它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齁那所以呢 玩具呢 大部分是運用在我們如果 牙有問題的時候去修整它 或是一些 手動的 特殊的 一些比較小型的加工 有可能會用到它的 齁那這裡呢 就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齁 反而是螺絲公我們比較常見 螺絲公呢 可能會用在公牙 尋牙等等的 齁都會用到的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 畫面 剪辣